《邓小平长征是和谁在一起》 《邓小平和罗荣环两个人,一个人一匹吗?从1935年起,他们两人就在一起走,为什么? 当时,罗荣环是红衣军团政治部副主任,兼地方工作部部长,邓小平是红衣军团宣传部部长。 邓小平和罗荣环年纪只差两岁,我比邓大两岁,两人在政治上的遭遇也很相同, 都是毛泽东的铁杆,一路受到左倾路线打击而被罢官,打入冷宫,都是在遵义会议前后,又重新走向领导岗位。 在长征路上,邓小平和罗荣环无论是行军,开会,吃住行,什么时候,都是在一起。 行军时,他们并配而行,休息时促膝谈膝,宿营时抵足而眠。 有趣的是,罗荣环性格内向,不爱说话,而邓小平呢,比较爱像,有说有笑,经常打招哈哈。 他们一起过草地,一起到阿罗街,一起过民山,一起到达哈达浦,再一起过渭河,一起翻越六盘山,最后一起到达陕北武器镇。 后来,邓小平说,我们是无话不谈,正是在江湖的长征路上,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 后来,罗荣环调离红衣军团时,就推荐了邓小平接任自己,由此,邓小平从政治部副主任到政治部主任,两年后,升为了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。 正是罗荣环的推荐,使得邓小平很快走向了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。 在抗战时期,邓小平和罗荣环一个在129师,一个在115师,后来都是师政委。 解放战争中,邓小平是二爷政委,罗荣环是四爷政委,他们在不同的战线工作,但是,战斗情意持续了一生。 新中国成立后,他们先后来到了北京,一个在军队,一个政府,但是经常来往。 罗荣环身体不好时,邓小平身为副总理,经常和夫人卓林一起去看望。 以此,中央机关在东郊民巷盖了四幢房子,分配邓小平家一套。 正巧,邓小平去罗荣环家,发现他的住处比较喧闹,不利于养病,说,我不去住,让罗帅去住。 起初,罗荣环死活不搬去,最后还是奈何不了邓小平的好意,不得不搬了进去。 邓小平和罗荣环之间,用邓荣的话说,父亲对他十分尊敬,邓小平为什么对罗荣环如此尊敬? 叶剑英元帅称赞罗荣环是人类庄严依典型,是对敌人恨,对同志爱的党内圣人。 邓小平则说,罗帅为人朴实,诚恳和厚道,在干部中很有背景。 他们的友情,是建立在相同的个人信仰和共同的处事原则上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